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用獸隊通關輪迴到四屬關 因為基本上獸隊要破台有點難度 但是因為活動有送石頭 所以我組了一個隊伍來嘗試要破輪迴到四屬關 至少可以拿五顆石頭 現在就開始為大家示範 首先為什麼要用大勝呢 因為打提爾的時候我的血量不到14000 那這樣的話提爾那關就可以pass過去 再加上我有三隻轉星蟲 一隻控場蟲 基本上轉星加上控場 目標當然是東海龍王 敖廣 因為大勝減傷之後扣的血比較少 那回血的話應該是有機會的 現在為大家來示範 現在42關開始 前面就沒有多加解釋了 其實一開始就可以開絕招了 忘記開了 因為這樣的話 吸地時間可以爭取一下 我釣了門做水珠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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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來看 我的combo數不是很多 但是用重方法打還滿保險的 可以看到被輸打只有大概3000多滴而已 那個木珠缸其實可以不用轉 有點浪費 可以看到6 combo 毒2000多滴 這可以當成等一下打東海龍王的一個參考數據 因為東海龍王每一回合都會攻擊 因為使用的是大聖 所以要保持盡量是滿血的狀態 好多新珠 好多水珠 但是用這樣隊伍相對的你攻擊的回合速度比較長 我既然轉型 轉出有把握的話 我絕招就盡量丟了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盡量也是用保守性打法 不就會被散佛 好的 照片 發抖 發抖 再來 你 發抖 臉 輸的話打的部份還蠻輕鬆的 血量的部份有時候玩的太輕鬆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會不會受忘記褲頭的存在 手殘少一combo 不過不影響是沒有關係 沒有掉星珠 無所謂 我盡量保持滿血 這樣我等一下要轉攻擊的按的話就比較不用擔心血量的問題 因為蠻血大 但是減傷60%還蠻多的 掉蠻多水珠的 順便就把他清一清 順便就把他清一清 可以看到6combo才補一點點而已 所以等一下打 東海龍王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等一下打 東海龍王要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上一個檯面上的豬豬要能夠做到6combo 我自己認為是蠻厲害的 當然我還沒練到那樣的程度 所以有相同的隊伍 超越小弟的技術的話 應該空關就更容易了 我的隊伍基本上只有隊伍是蠻等的黑狗 好 再來就是提爾 提爾的攻擊力比較大 所以血量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少到可憐的combo數 第二次打7000多了 上回合了 所以爭取時間上來講還蠻充裕的 好 至少比東海龍王來講 輕鬆多了 好 竹子蠻亂的 好 因為CD數夠長 所以打提爾也是蠻輕鬆的 新豬蠻多的 可以運用這次的新豬來稍微 做個補血這樣 好少 再三件多 我轉新豬補一下 因為檯面上水豬就超多的 好 今天保持滿血 因為20級 有時候會出狀況 好 因為我三次轉新的 所以 如果檯面上水豬夠的話 就盡量轉一下 好 補血優先 攻擊四隻 我不打算 轉新開大絕打 留一下新就比較保險 因為留轉新的話 不至於說卡住卡到死掉 看到我都有點挖了 這時候 光珠比較多 所以我先轉光珠 木的我就先不轉 好 像這時候 在台上的新豬蠻多的 哇 可以直接轉來偷打一下 哇 因為 我的轉新蟲還是保留的技能 所以不影響 不然只有2.5倍攻 平常下來 還蠻花時間的 哇 轉一下新 個 2 4 0 5 7 4 1 好 剩下兩康法 一樣補血優先 可以看到combo數多的話自然攻擊就上去了 反倒比整個檯面上一堆星攻擊力來不大 一千多 非常少的補血量 來不及了 直接先補 這時候黑狗攻擊的轉技還要保留的 因為底下打到不管是黑狗還是白狗都一樣 因為有時候遇到1CD的你要一回合就秒掉他了 對我這樣隊伍來講沒有轉攻擊的話還蠻危險的 趁這時候趕快把豬豬濾掉 因為下一集可能就要打下一關了 很好 力量掌握得差不多 應該可以KO掉了 我常常有時候在這一關沒有爆發成功就被GG掉了 好 三回合我第一回合就先開好了 剛好又屬性相剋 我... 呃... 4顆 好 我決定留4顆下來 以免打龍王的時候 少了一個可以轉新的 不錯 還有天將 應該可以KO掉 非常好 目前還蠻順利的 接下來就是瓶頸關卡龍王 這個美杜莎的部分我可能先留著 一方萬一 可以看到打他跟抓羊一樣 攻擊力蠻弱的 所以在這邊打就打很久散 一回合3000多 所以我一回合就要補3000多以上的血量 會比較保險 黑狗還有2CD 黑狗還有2CD 因為技術不好 所以... 暴行旗艦我希望新珠多一點 兩組應該夠了 我可以試試看 好 OK 好 像現在 嘖 黑狗還有一回合 比較危險 不建議 不建議轉 因為我還有石化可以用 因為我還有石化可以用 好 下一回合如果這樣轉過來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補血珠 所以應該還OK 好 四COMBO之後補2000多 有看到蠻少的 攻擊力又提升了 這回合我轉出來的話 補血珠就蠻多的 可以的話可以留一些啦 看來蠻難留的 三千多 我有兩組新珠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 慢慢磨的方式打 欸 差點手殘 哎呀 差不多也算手殘 撥撥的回來了就好了 好 危急的時候 可以用美杜莎 來爭取一下三回合 可以再補一次 可以再補一次 可以發現紅光局的頻率就變得很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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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這一回合就比較危險了 像這一回合就比較危險了 沒有補星 下一回合會不會打太多 所以我決定 先看米杜莎 蛇女把他石化一下 然後加上我 檯面上火柱還蠻多的 可以增加一點攻擊力 真的很手殘 現在我還有兩回合 好吧 還是用魔的方式 oh shit 手殘 真的是手殘 所以大大們可以知道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隊伍 因為技術不是很好 只能這樣的 而我主力又是受隊 在這裡 光珠有 六顆 可是我檯面上珠珠夠 我不打算轉 喔 又手殘 喔 現在再來是天降一下 可是會被手殘害死 所以沒有兩組以上的 我可能都會把他轉掉 好 留兩顆新珠 抱緊一點 你看 現在檯面上 新珠剩五顆 只能爭取COMBO術啊 那我就天將可以幫你嗎 當然我是不經用運氣來賭 啊 足足不夠 轉一下 4顆COMBO術多一點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要稍微算一下 5COMBO4顆 有一點點補的不太夠 因為我的火狗還要下一個回合 1 2 現在檯面上也是5顆珠 一樣就是盡量用COMBO去撐 4COMBO已經有點不太夠了 我先轉木的部分 現在血量這樣扣就已經蠻多了 有點危險 盡量不要像我 因為技術不太好 少一個 算了 好 因為我血量已經越扣越多了 美杜莎還有12回合 保險幾件血盡量補滿一點 這水豬很討厭 補滿了 又回到安全的血量 一樣留兩顆新豬 COMBO數夠的話基本上 大大門在打應該是沒有很大的問題 只是我COMBO數不夠多 現在只有3COMBO 差點沒GG掉而已 趁現在趕快轉一下 一樣留一下新豬 好 火狗還有一回合 那個黑狗還有一回合 噢 女生那時候我就靠天降的樣子 噢 有點危險喔 有點危險 光跟暗 那個木跟光都是4顆 轉向木 好 手殘 補多一點 噢 好危險 這個錄影是多少會真的是蠻緊張的 這個錄影是多少會真的是蠻緊張的 噢 把血量拉回來 出去又回來了 這個水珠也蠻多的 這個水珠也蠻多的 哦 炸珠珠蠻亂的 嗯 血量有點危險 嗯 血量有點危險 轉一下還是要補好了 再次上回合我沒毒殺 又可以再開招了 噢 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 噢 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 我天降不錯 我天降不錯 因為我上回合我還有一回合就沒毒殺了 所以 這一回合我打算技能留下來 我打算轉型 好 現在是檯面上只有兩顆星珠有沒有 這個就比較危險 不過 還有兩隻可以轉 我可以先保留美毒殺技能 先把MOOD轉出來補 因為我剛試了一下 我大概五顆內都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好 先出滿 不是 那個 光速還滿多的 轉一下來地用一下 好 所以如果一樣的話就是 技術有大概到 6COMBO 5COMBO 6COMBO的玩家 應該用這個打法應該是非常輕鬆 時間花是比較久啦 可是穩定性我是覺得蠻高的 就是跟東海龍王在玩魔血量而已 其實說真的如果說輕鬆打的時候 轉珠是不遂到這麼爛 首先 這個可能是經驗不足 一路營就整個都慌了這樣 忘記補血 這項很危險 看有沒有天降一下 固執在解說 忘記看血量 沒關係 我們目標是45關 對 所以我決定 開蛇女比較保險 因為怕手殘沒有補到 這個血轉的部份還是要練一下 好 這個血轉的部份還是要練一下 上回合有幫我爭取到滿血的血量 新豬還算OK 沒有太少 這水豬倒是滿多的 新豬記得真的要記得補 剛剛忘記補了 所以才會讓我們很危險的狀況 木豬很好 很多 很多鑽起來補就滿輕鬆的 很好 新豬還滿多的 反倒我不是很care攻擊豬 說真的 新豬我一樣留著爆留著 常常卡星 差不多快聚去了 所以 保險 保險旗艦 應該是不用補 可是光出滿多的 我決定先轉一下 反正掉下來都沒有光了 也滿難搞的 好 好 下一回合 豬卻又有CD回來了 卡星是豬 所以我也只好轉 會不會保留四顆新豬下來 差點手彈 可是造成沒有攻擊到 好 剩下一點點血 黑狗還有兩回合 斜轉一下 好 就再沒出多 好為了保險 我們還是 因為下一回合 黑狗就已經轉出來了 再下下回合 另外一個 豬卻也轉出來了 所以這次我就先轉 新豬出來 我的打法基本上都是比較 很紮穩打的 技術不好還是能這樣打 不能在這時候就 功敗垂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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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危險的時候來了 好 不管 先轉再說 好 邊補邊攻擊 應該可以GG掉 很好 終於過了東海龍王了 看到這個樣子就是GG的意思嗎 好 好啦 我們順便試試看好了 好啦我們順便試試看好了 你不GG我就GG啦 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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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試試看 受隊挑戰接下來的關卡 好 有興趣的那個大大們 還可以繼續看下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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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要拿出 還有那個大聖的關卡 用獸隊 而且是純獸隊 這個搭起來比東海龍王輕鬆多了 躺著都可以破的關卡 尤其我大聖減傷 搭起來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有CD所以可以盡量丟是無所謂 對 簡直是亂轉一通 對 又有這種隊伍來講 算是一半的神魔隊了 所以 摸血的話 會花蠻多時間的 血記的補一下 常常會忘記 神魔隊最常就是打到快睡著 還是什麼 精神不計之類的 啊 我技能是都出滿了 有時候怕青苔怪 不然送走了 亞典娜都不知道 應該是絕招大概 大概 六分之一吧 手才沒補到 我無所謂啊 骷髏頭只要沒出現 都很輕鬆啊 喔 忘記補血 真的忘記補血 我剛剛看到褲子 我在想大家補血 好 光珠比較多 轉光的 好 之前最好的紀錄 我是打到 那個紅藍而已 好 現在看可不可以挑戰 順便突破自己的紀錄 好 先轉 好 通常會前一回合 就已經先做好準備了 關到了 當回合卡住 沒辦法處理 要補一點點 不過還好啦 瘦隊已經算是 比龍 龍來講補的算蠻多的 又有6.25倍的攻 然後又有轉出去 基本上優勢真的是 贏過龍隊蠻多的 好 目前龍隊來講 可能只有異界龍比較有 使用上的價值而已 好 如果純龍隊 防龍隊真的攻擊力是 攻擊力跟血量是很夠 可是回血賽是太少了 看之後可能 我在想官方應該會出一個就是 那個一界龍 那個一界龍 好 再轉成能夠升到六四 呃 九九級 好 九九級應該是 六星的吧 這個我可能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龍組比較少玩 好 檯面上現在只有四顆星珠 多少要轉一下 因為大聲是拼滿血的 五回合應該是不會KO啦 所以可以轉一下 好 不要問我為什麼不消 因為有效沒有效 有什麼差別 還有兩回合這樣 有時候水珠就這樣一直來 有時候水珠就這樣一直來 喔 血轉失敗 好 血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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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分大家可以變熟一點 這對於在一個速度上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因為血轉的速度不是很快 每次到瞄準還能血過去 沒有用的豬先把它滴掉 雖然我不是純色隊啦 可是真的是 還是會有 一些雜豬這樣 48關 號稱無法突破的關卡 這個 我決定 不用巴風特 跟他慢魔試試看看有沒有機會 沒有大勝加持的話 他一次反彈大概多少血量 5000多 看來這一關是 沒辦法突破了因為他還會出手 5000多幫我自己補都不夠補了 好 非常好 非常多combo 可是 反彈回來就更可怕 我覺得你先動住他 好 一樣 我們雖然動住他可是他還是會反彈 這是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5 5 還有 2回合 基本上 可以爭取再一次攻擊 我的判斷是這樣 因為如果要跟他賭的話 只有這樣的玩法 才有機會 現在有點殘血就可以了 然後 大聲破防 因為下一局我一定是GG了 所以我直接跟他拗了 我看他拗了 台面上123456 6顆豬的話 我的最佳排列的話 應該是 這個樣子 看有沒有天降 天降才有可能 不然基本上 一定是GG的 反彈就死掉了 噢 失敗 死在這個光哀的手下 不過獅頭拿到手了 人滅鳥 可能受對目前還沒想出比較好的組隊 如果有更好的組隊方式 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啦 掰掰 掰掰 掰掰